哈囉大家好 我是初夢軒 今年我做AD型 今年剛滿26歲 我覺得我很善良 我是一個算滿真誠的人 可怕 因為我發現我從小就很喜歡 幫助別人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透過表演者的身份 去透過我的表演 把這些我的影片傳達給大家 讓大家到更好的地方去 自從天橋上的魔術師 拍攝結束之後 然後我發現就是 我是喜歡這樣的狀態 最明顯是有一次 我的朋友跟我說 你剛剛跟我講說一點點的時候是這樣 一點點 然後我就不由自主的 就很想要 就是跟他講說 喔 一點點啊 這樣 然後就想說 我是不是內化了 但我沒有覺得不開心 但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身體 還在發生當中 台北電影節 它就是一個非常有知名度的電影節啦 對我來說 他們淹誘出了很多 真的很厲害的路人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遙遠的地方 它像一張衝往不同性世界的機票 我不知道我可以走到什麼程度 但是我會想繼續走下去 因為我知道我不只是這樣子 我會想看看更多不同面向的身體 我是健身狂啦 我很多朋友都會這樣講 我是為了要帶我的學生 我必須驗證我這個動作有沒有效 有沒有迷上 健身 而且健身很累 真的很累 最近疫情的關係 不能健身 所以我肌肉也會變小 我現在對他們都不滿意 我剛剛都到這麼不停聽聲 欸 這裡還是聽得到 謝謝